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街头智慧》 今次的交易策略来到第七集的时间 结束了今天之后,你会学习了几件事 第一,就是在普通散户在不分注的情况下 对你的P&L Ratio 即是第一集讲到的赞舍比例有没有影响呢? 第二,你会学会当你买入时 去分注对你的心理压力和回报风险比有没有影响呢? 第三,我们本身去指赞 也可以考虑分注对你的实质操作有没有影响呢? 今天会带来四个例子 当中有港股和美股 不少朋友在下面的留言区都去交功课 我都要回覆大家 大家也问及到指数甚至商品有没有用呢? 所以最后第五个就是功课 我会和大家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金 我们会用黄金做这个功课 最后你回答我,它要如何突破 以及你哪里的分注是最好的策略 对你最有利 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我们有YouTube、Facebook和Instagram 还有我们的App 大家都可以下载和追踪 如果大家已经准备去紧贴大市 听到直播的分析 记得订阅我们新的频道 附庸电视的YouTube频道 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对我们的散户来说 为什么分注是这么重要呢? 是跟我十几年,即这个资产管理里面 我自己如何分注的? 首先我们要说,我们经常想散户 其实是输给大户 人家有钱、有势力、有财力 其实散户也有很多东西是赢得大户的 其中一个,最简单能够赢得的就是分注 分注,人家钱越多分注越厉害 我不是说分注越多越厉害 而是分注越多越惨败 为什么是什么呢?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如果我资产管理这么多年的资产管理 大概是几十万的仓,五至八只 如果是大一点的仓,最多是买十二至十四只股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只是分到两个注码 即是一注买,买完之后 如果万一跌多一下就混合 万一升穿,趋势就追上去 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策略 一注的中间,楼下加一注 原来你的真是底,爆上楼上,追上那注 最多是这样的策略 但是大户是怎样呢? 以我卑微的想法就是 如果你的仓是有办法 大概一亿美金左右 大概七至八亿港币的仓 其实你就要分不止两注 有些时间,他们的大户 操作股票里面 可能是逼于无奈 要分很多很多日 用很多人力物力 才能沽到一只股票 否则同一日便会 移动到整个大市 当时不单止对他们回报 有一个落差 还可能触发监管机构 就会不知为何找到他 因为会移动到股票 所以有时间申报 我们要把握的机会 基本上就是要分注 分两注 有很罕有的情况 譬如前排石油那样 我就会分三注 就是很罕有很罕有的 绝大部分 我说90至95% 我们都是分两注 就是免一注、抵一注 就是这样的情况 首先说正常例子 我只是一注 普通人我开始投资 是也是,不是就不是 是吧? 实际上也没问题 不如撞手实 我准备找些例子 都是之前六集里面 都会跟大家去做过的例子 因为那些例子 多数我们都有买过的 我们比较熟悉一点点 第一只不在华下 就是2699 这个是物管股 就是中海发展 我们不是说现在 我们说2019年至2020年初 其实是一个横行通道 准备形成的 大家如果摆到观察名单 你一定熟悉它 它都可以画了 所有水平线也好 趋势也好 都可以画了 那你知道 量度升幅 大概 如果今天 明天后日升穿 就会是大概 7.06 7.08 这样的水平 那如果一注 订阅的话 是没问题的 我们时间去到2020年的 2月11日 那我们逐个去看看 当时我们见到这枝竹 那我们只能等 这个策略 因为你一是等它升穿 一是下来 就买不到 那我等一枝竹 好了 过了一枝竹之后 第二天 有个这样的竹身 请问大家 可以停下 做一做练习的人留言 如果以第四集 跟大家说 真假突破的时候 请问这枝 是否算真突破 让大家时间考虑 我们再去多一枝 一枝羊竹上去 这枝 先是维持到 我们第四、第五集 讲的 总共五个 增突破的讯号 其实它是大部分都有的 所以对你最有利 就是2月13日 并不是2月12日 这件事我想 不用再说了 但2月12日价格便宜 2月13日价格便宜 2月13日价格便宜 不是 你价格便宜还是价格便宜 第四集讲的 是你有没有释放新的 P&A Ratio 好 2月12日当日 你的上升位置 就是通道顶 如果下一日先买的时候 你的P&A Ratio 再说 就是这里 收市买 绿色位大概去到目标价 红色跌穿便宜 那你是否释放另一重的P&A Ratio 而P&A Ratio 是有1比6 左右 所以是很英俊的一个通道 那你就一注就读赢了 买入 其实事情不是很差 因为之后就上上落落 然后下回通道顶 然后再上回去 那最后 也是到达这个目标价 那这个就是我们实时 去和大家讲过的一个策略 好了 那我们看看第二只 第二只 第二只 又有二曲同工之效 首先 亦是mark 了通道底 如果一注去买 趋势破顶的时候 何时买呢 我会有三个答案 一就是1月8号 一就是1月9号 一就是1月10号 那这三只竹 哪一只对你最有利呢 我会选1月10号 第三只竹对你最有利 因为竹身是大洋竹 而前日的1月8号 那个是阴竹 有少少不利 如果你想清楚情况 当日收市是这样 我想你也不是这么薄 等多一天 没什么所谓 最重要就是 你的P&A Ratio 通道很阔 这个就是你有的成本 如果通道那么阔 你可以等多一两只竹 令到它更加确认 这个的升幅是会到 那你就在这里买 绿色呢 mark 回这里 是吧 红色呢 你就可以确认跌穿通道顶 就走人了 是吧 一注读赢一升 升上去了 现在试试一次 试试两次 三次 然后才到154元 之后呢 还继续升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那个FISA卡的例子 如果呢 在我们move on之前 去讲一讲 那FISA卡是怎样 你到了目标 你走了 是不是呢 就是去到这么高 没有我的份 那怎么办呢 记住呢 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买的 所以是有我们的 为什么呢 有两个做法 第一 就是参考第二集说的 如何推高支撰 第二个方法就是 今集说的 如何局部 partially take profit 就是分注去指责 有两个都会帮到你 起码就是 升到天巴板 你都还有少少货 是吧 这就是FISA卡 第一个case 就最简单 一注读赢 那一跌穿便止洩 是吧 好了 那个缺点是怎样呢 其实两只股票都有同一个缺点 第一只2669的缺点 就是retest 这个retest的位置 在2月25日retest的时候 是会令到你心理压力挺大的 但是 幸好它就是上升通道 就是开头几集和大家讲过 上升通道是对你有利的 因为你指舌的位置 就能够变了台升变止赚 但是FISA卡就下跌通道 你现在反过来看就很酷 retest一次两次三次 最后就到目标 只要我坚持 有纪律 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这么好仔 是不是这么好性格 你买完之后 原先的位置就是136元指舌 接着第二次retest 通道在下跌 你指舌位置到135元 第三次是133元 第四次是133.28元 如果你日落下去 可以这样 扭到120元 甚至110元 当时那一下的心态 你未知结果的时候 你肯定你过到这一关 你分钟指舌 最后指舌了 然后也到目标 这个怎么解决呢 今次有两个分柱策略 可以跟大家讲 第一 我们拿回一个823 这个领展的例子 一个港股 来的 那先决条件 就是你第一注 其实可以考虑 在未突破之前 就可以卖入的了 那条件有两个 第一 就是好像823 它在这个差不多两年多的通道 还行了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五点 六七八点都有的 很多点的支持 因为软 所以用周线图 周线图没什么大分别 第一 有条件 就是你未突破这条线之前 其实你还有另一个支撑 能够是多于两点以上 不是两点滑以上 就是三点 四点五点 那你就有第一条件 可以在未突破之前 有另一个原因给你卖入了 第二 就是你要符合到 有反弹的条件 本来说就是 第六集 刚刚反弹的条件 和大家说的讯号 包括就是三天的守住 有阳烛 最好加上列口等等 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问你 如果他敢做的时候 你楼下买住 你的心理就好很多了 那我首先又review一下 以下领展 那么多点周 周线图来的 所以日线图中很多点 你已经 那哪点是对你最有利的呢 那我是第一点 第二 第三 第四 还是第五呢 如果我们再选择的时候 最靓仔最靓仔 就是这六 2016年买的 那第二个情况 就是你可以在第三 第四点买 不过他不是有了所有条件 因为第五点这个情况 就是大洋竹 之后立刻有裂口 是周线图裂口 很厉害的 所以这里可以给你买一柱了 那首先我八二三 当你买了一柱 如果第三 第四点买 那你懂得走 如果不走 你要捱 但是如果第五点走 就希望不用捱 但是 无论如何 你都会 当时要锁回到 P&L Ratio 首先 你就要在这里量度上去 量度上去 通道很阔 阔到你都不用管 你只管下面的 止蚀位置 是很少的 因为那个止蚀位置 很少的原因 令到这单的生意 可造性大很多 就不只是看绿色的位置 当你买了 结果 股价就继续上升 如果不上升 就止蚀 就是跌穿 直到这个股价 就有机会测试到你的策略了 因为 理论上 这时候 17年6月 升穿了 你就有个目标 你当有个量度目标 那量度目标 就是24% 很英俊 又有P&L Ratio 但问题 你看到这个位置 是随了一下 是不是 所以有两样东西 你能够逃出生机 第一 就是如果你一注读赢的时候 你这支买入 你就阴足业止蚀走人 并且在升穿的时候 又再继续 理论上 都不是太大问题 不过你上上落落 你有一点怀疑人生 是不是 接着他还要差不多到目标的时候 又再re-test了一次 那我说一个方法 为什么刚才分注就好了 假设 突破这支羊竹 在62元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了 你之前 已经是有另一个机会 在40元买过你的股票 在你心目中 这件事对你来说 还是赚大钱的 这支阴足下来的时候 你就有得选择了 第一 你照够可以止据 两注合起来 你还是赚很多钱 是不是 第二个选择 就是你可以选择 不理它 然后看到几支帚 才考虑 会不会有一个趋势 再发展上去 那我如果短炒领子的话 当时的情况 纯短炒 如果不是看传性分析 我就看不到它会升上来 因为我不知道它的价值 不知道它的估值和它的增长业绩 我纯粹看图表 图表 一支阴足破了 阴足的一半以上 已经跌穿这条线 你就要止舍 但是你第二注止舍 你第一注是只赚到开航的 你回答一下 你的心理压力 是否令你有纪律 如果跌穿就止舍 下下是否这么有纪律呢 人是否这么 即是机械人呢 所以如果分注就是这样的原因 但是如果再升穿 你就再两注加上去 再买回 或者只买一注 那结果的时候 其实无论它 re-test多少次 你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最重要的是 你真心有纪律 是等待一些目标 或者量度目标出现 因为中间是很大机会 这个股价 是不会一直滑上去 目标 我已经一而再 再而三 见过很多这个问题 我也都怀疑过人生很多次 因为你升穿 没有一个例子是直线套上去 一定会回一回的 是吧 所以你要拿着 而拿着不是这样书面说的 看回FESA卡 都有相同的情况出现 因为其实你不用一注独盈 让它在19年1月突破才追 你可以在这条线的下面 因为它有另一个支撑 也有三点在 所以第三点的这支羊竹 就能够考虑 会不会首先买第一注 但是都未必够领展 是这么好 因为影展在每一个底弹 弹枝羊竹 占了通道的比例很少 即是弹上去的时候 你还有很阔的 profit 可以去吃 但是FESA卡 这支羊竹 这么大支 成7% 它已经去到通道的一半多少少 请问 你的P&A ratio 可能只剩0.9多 那你又怎么做这单单 理论上就是它中了三个点 但实际上 你的P&A ratio 每一注都是独立计的 所以回到FESA卡 就只剩1注独赢 这个策略 或者你够胆死 越跌越溝 越跌越溝 但是你明白 这个是不可靠 也是不现实 不贴地的一个策略 你会害怕的 那回到FESA 2669 就根本是不可能用到的了 因为下面条线只有2点 你不是第三点 甚至第四点 你都不肯定这个是通道 所以有823的情况 就很难得 可以被你分注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不知道分注力量 有823这个机会 都不做分注 基本上把球 插到在笼前面 都射不到 因为你自己弄底 自己走了 如果我们再加入 懂得识分注的时候 就可以贯彻回 之前上一集跟你说的 有反弹 捉了才说 有再突破 就追多注 对不对 但你反弹的时候 注码要先计 如果没有反弹 我就只追一注 没得强求 没得逼 如果你只追一注 有什么风险 因为他re-test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人生 当你怀疑人生 你的纪律就会减低 不是你买之前 那些东西又没发生的时候 碰一下碰一下 那条线就说 行了 我是一个有纪律的人 吃得咸鱼 抵得穴 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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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沽了 这是很现实的事实 分注能不能帮到你 首先 你分注是否要知道 什么是反弹 什么是突破 对不对 好了 另一个最后的例子 第四个就是1177 也是一只港股 这个就是有一个要分注走人的一个选择 情况 我说回买入的时候 第一 请问 这条线突破之前 即是6月27日突破之前 在这个下面的位置 有没有任何反弹条件 答案是没有的 因为下面的线只有2点 就算他有这个讯号 我觉得也不是对你最有利 你可以拼一拼 但是我自己不会选择第二点 我会在三四五六点之后去做 所以这个就不一定会拼反弹 但是呢 就可能你会靠追的了 那你究竟是6月27日追 28日 还是7月2日追呢 我会觉得其实第一支追都已经可以了 因为他的阳足已经有在了 虽然没有3% 但列口也不小 如果你第三支追都没问题 我估计你的P&L ratio 都是有这么大的 那你一早就认识了个回报 那你的绿色来这个位置 红色跌穿止损 如果第三支追 你见到绿色和红色比例 已经是缩得都很厉害的 只有1比4 不过1比4都很阔的 这个位置是可以做的 所以第一支第三支都没所谓 到时候要看 如果像Vsaka 这么大支阳足 就没办法了 这个例子呢 你就去到这个目标 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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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人 那你就大件事了 因为呢 你忘记了 为什么有条红色的推线呢 因为呢 当你不觉不觉的时候呢 它已经突破了另一个形态 这个叫头肩底 那有机会呢 我再教大家画形态 那如果有时 不是头肩底 有时就这样 四顶都升穿了 当一个例子 你同时可不可以升穿两条线呢 但是你看漏眼之余呢 还要是到目标一站走光的时候 那就麻烦一点了 因为最后走光的时候呢 它最后是到这个目标12.44 是中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你都可以 第一一定要做足功课 不可以一条线就划一只股票的 尽力可能zoom in zoom out 然后呢 尽量做一些有效的趋势 然后等一日至两天之后呢 你再脑筋清静 再看多一次 因为呢 这些形态线呢 需要撞手臣的 基本上有时精神一点 有时不是啦 所以呢 如果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呢 第一 你先看的图画 够阔了 第二了 你看完的时候呢 你都知道 你可以分住指赞的 那你说我都可以一注独赢 是可以 你可以黑色线 第一个目标就走光了 但是你之后想再追回 是因问什么而迷回呢 因为你如果没有第二条线呢 黑色线只是目标而已 它不是一个阻力的支持 你可能很大机会 就是想着去re-test 这个通道 而再上 结果就不re-test 而直接上去 假设你没有线去突破的话呢 其实呢 你就眼光光看着它上去 完全没有买入时机了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这两个例子 首先总结一下 大家可以抄下 823这类例子呢 就是能够给你分住卖入的机会 因为它突破之前呢 有个反弹的条件 包括三点以上 和有反弹的触身条件 第二 177呢 就是因为它有两个目标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不一定可以分住它资资 也是我们散户有的一个强势来的 所以大家由今天开始可以考虑一下 有什么情况和有什么的阻合里面 可以去分住考虑呢 当然不是百分百可以分住的 你有时一注都没问题 但是你多做个选择 有选择你策略就灵活 灵活就是某程度上都是回报来的 那么今天在交低功课之前 说一说我们收集了大家的意见 那下一集肯定就会拍一个 整个一至八集的所有反弹条件 推高指赞 突破的东西 用三四个例子 做一个mini workshop 去conclude整件事先 这个就收到大家的通知了 未来的四集 就会和大家 会讲多些外面坊间的免费选股器 怎样去选美股 怎样选港股 或者其他股票 其他股票的FA 就是基本分析 或者选技术分析 那结果你就不用盲中中去选一些target 你可以在一个整个心灵里面 去选一个你要的树 就不是我现在为三个例子 就是这三个例子了 尽量我们都会用免费的 去和大家讲 那你就在安在家中 去制造你自己的观察名单 大家记住 继续收睇交流指挥了 但是下一集 就会和大家做个mini conclusion workshop 千万要做功课 才听你的影片 那最后功课就给大家了 现在黄金呢 都在做一个疑似的返行通道 有几个问题 告诉大家 现在未突破 那理论上 如果时光倒流 你有没有机会 或者应不应该 在这些位置反弹去买呢 为什么买 为什么不买呢 第二 如果现在是顶着趋势线 就是这个通道趋势线 而下来 你会有什么策略呢 第三 如果你的黄金真的突破 这个上面通道大概1780元的时候 其实你会预期会见到什么信号发生 并且你策略在买第几注呢 是第一注还是第二注呢 小心点 有些阴湿位的 希望在楼下comment section 会见到你功课 我对付大家的 记住多多share这个街道智慧 出去啦 就算是给堂儿子 或者未上堂的朋友 记住下面条链看一看 有没有我的堂日报名表 投资不是大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 还未订阅富翁电视MT TV 快点去订阅啦 各位朋友 我还有四个星期 就会和家人定居在加拿大的了 今次是我离开前 也只是第二次我做的 环球网上的分享会 或者叫做课程简介会也好 就将我一生里面十几年 行内里面的资产股理经验 守则策略会和大家讲清楚 希望大家会明白你的投资策略 长远的感落和部署 应该要对你自己 未来十年的大方向策略 来个大升 7月18日 希望你或者和你朋友 一起下面一条链报名 记住 是难得罕有线上 是全球没地方 终于在网上一次会见到大家 大家记住报名 近来人气高企压业 其权免费分享会又再来 第三季高胜算防股术投资策略 7月10日免费 记住你和你朋友 去下面连结报名 喂 大家我们招聘 需要战友一起去打仗 有三个崗位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第一 Sales Executive 主要就是联络同学生 做Confirm Call的动作 提他来 如果来不到的时候 记住腾空位置 等等的动作 基本的Customer Service 和联络 第二个崗位 Social Media Editor 会监管控制整个影片 上架的流程 或者和嘉宾的联络 你也会学到很多 我们营运Social Media的大秘密 第三个 Junior Video Editor 你会负责剪辑影片 你中间也会透过师兄 学到很多Animation技巧 2020年市场比较波动 我们继续有不同的 免费分享会 给大家学习 最近我们分享会 都比较爆 有兴趣的 快点在下面连结报名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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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